现在正值寿丰香西瓜出货采收其价格好品质加 却也引来了却贼 在花莲东华大桥下的西瓜田 一夜之间就被偷了将近500克的西瓜 大部分都是被预定的了 瓜农一觉醒来看到空荡荡的西瓜田 简直是欲哭无泪 寿丰香东华大桥下的西瓜田一片空荡荡 远景们围绕着西瓜园旁仔细寻找线索 这里原本有将近500克的西瓜 不过却在一夕之间几乎全被偷光 让瓜农惊慌失措报警寻求协助 这是他们逃犯的 逃犯栽没了 逃犯栽没了 他们带一万 在这 都没关系过啊 都逃犯了了啊 全部偷走了 那个就是他拔下来没有带走的 来不及搬走的 瓜农有奈表示 这一次被偷的500颗西瓜都已经是被预定了 现在因为无法交货相当苦恼 而以目前市价来算 西瓜一斤大约落在14块钱 而每颗大约都有30斤 出股损失总共超过21万元 本文局6月5日受理一起西瓜点的窃案 那西瓜属于本县重要经济作物之一 限制采收时期 案发后本文局立即完成现场的财政勘查 并成立专案小组 目前已掌握消防市政及特定对象 全力侦办 同时加强辖区农田巡逻 首方请勿 疫情严峻 各行各业都不好过 瓜农好不容易等到了采收期 却被窃贼一扫而空 真的是欲苦无泪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导